各位观众您好 下个月的今天就差不多是春节的前夕了 那么通常我每年都要在这个节目里面 给您介绍各种辣味的做法 那么记得去年也做过 也许有一些观众朋友没有看到 那么今年虽然时间很短 我还是要把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一些过程在这里向您示范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腊肠 那么腊肠在本省我们分成三大类 也就是本省的这种比较甜一点湿一点的 那么另外有名的有广东腊肠 再就是湖南口味的所谓咸一点的粗一点的 那么这里有这种仙城的您可以看一下 做这个腊肠要买的肉 有的人喜欢买后腿肉 有的人喜欢买加心肉 那么肥肉跟瘦肉的比例也不是一定 按说呢是肥肉多一点 吃起来呢比较香比较好吃 不会觉得太硬 那么买加心肉或者是买后腿肉 随便你自己 而在这个切这个瘦肉的时候呢 要大块一点 大块一点 那么肥肉呢就要切得小一点 原因呢是晒干了之后 肥肉不太缩 而这个瘦肉呢缩得厉害 看起来呢肥肉会显得很多 所以肥肉呢要切得小一点的块 那么三分之一的肥肉 三分之二的瘦肉也可以 喝得四分之一的肥肉 四分之三的瘦肉也可以 那么如果是以两斤 来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这里面要放的是淡色的姜油 一汤匙半 还有呢就是糖 这个糖呢是个人的喜欢不一样 那么广东式的呢 糖的量跟姜油一样的多 另外呢要放的是盐 还有呢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高粱酒 这个酒呢要多放才香 一定要用高粱酒才好吃 另外呢要放一点萧 这个萧呢不能太多 卫生局有规定 一公斤的肉里面呢 只能放0.007公克 所以呢非常的少的量 另外呢就是胡椒粉 胡椒粉呢是各位按照自己的喜欢 多放少放无所谓 那么本省口味呢 这里面还要加五香粉 今天呢我就没有加 那么把这个呢好好地拌 拌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用筷子拌 最好是用手来抓地拌 给它拌得很均匀很均匀的 那么然后呢就给它放半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呢再来灌 如果天气不好 快要下雨了 你就给它放到冰箱里头 今天不要灌 关于这个肠衣 这个肠衣呢是有干的在卖 那么它是猪的小肠 也有新鲜的 用温水泡软了以后呢 就给它套在这个肉朵上面 然后呢就给它这个往这个 这个里面呢就这个塞这个 也就是灌这个肉下去 那么灌的时候呢要小心 就是不能够太心急 要慢慢地来 那现在呢有卖猪肉的 它替客人代工 只要你把肉自己拌好了味道 送去 它用它那个绞肉机呢 一下子不到十分钟呢 就可以把五斤或者十斤的肉呢 都给你灌得好好的了 就这样子灌 一面灌一面的往下 垒下去 那么这个灌好了的这个香肠呢 在这里有一些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灌好的一大长条 这个呢要给它用这个针 或者是压签给它打洞 让它里面的气透出来 透了气之后呢 你就要给它扎起来 这个扎的时候呢 这个用这个麻绳 或者是用线绳都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 长度是三寸到四寸一截 不要太长 三四寸一截的 先把这个绳呢 都给它做成环 就这样往上套就好了 那么然后呢 锅子里呢要烧一点开水 因为我们在灌的时候呢 难免会摸到了一些 这个油在外面 那么如果你没有给它 这个冲掉的话 等一下挂在那里晒的时候 或者是吹风的时候 会遭这个苍蝇啊蚊子啊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已经这个灌好了的 这个香肠呢 在开水里头 在滚水里头呢 这样子一烫 一烫马上就要捞起来 这个目的是洗掉 这个表面的这个油 好了 那现在呢就用个猪肝呢 就把它穿着 就用太阳去晒 通常呢中午做好了 晒到晚上收回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晒 要两个大太阳的天 就可以收到通风的地方 不必要再去继续晒了 那么通常呢 我们这个香肠呢 要一个礼拜以上 才能够吃 如果是风干的话 你风到两个礼拜 甚至一到三个礼拜 都没有关系 天气不好 要记得放到冰箱里头去 不要让它淋到雨 那么要吃的时候呢 我想大家知道 香肠呢可以先蒸 蒸好了以后 在油里头再煎一煎 或者是在烤箱里头 给它烤熟 那么然后呢就切片 像这个样子就是了 香肠呢除了可以当这样子 当着这个冷排来吃之外 那么也可以拿来炒饭呢 或者是拿来这个蒸东西 炒菜都很好吃的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还要给您介绍那位 各位观众您好 在这个浙江一带的人家 那么过年的头一个月 就开始要做这个腌肉 也有人叫它是咸腿 或者是咸肉 那么我们在台湾呢 叫它是家乡肉 那么在这个卖火腿的店 或者是大的炸火店里头呢 有的时候就切好的一块一块的 在卖 我想您可能看见过 它跟火腿不一样 它的这个咸味比火腿轻 而它的颜色没有火腿那么红 那么漂亮 但是呢 它的价钱便宜 所以可以把它拿来当火腿来代用 那么拿来做菜饭呢 或者是拿来蒸着吃啊 都是很好吃 尤其是在过年的期间 很多这个江泽人的人家里呢 这个咸肉的 也就是这个家乡肉的用处呢 很大 先讲这个肉 通常呢都是用后腿肉 我们在家庭里做 不必要做得很大一块的话 你就买这个 差不多一寸宽的 这样子一块一块的 半斤以上 差不多一斤重的 这么一块一块来腌 那么店里呢 他们是把整个的一个 猪的这个后腿的上截 一大块 拿来腌的 那么腌的时候呢 只用盐跟销 两样东西来腌就可以了 而腌的这个时间呢 是相当的长 把这个盐巴跟这个销呢 给它撒在这个表面上 然后呢 要用力的搓 这个是销粉 那么这个销粉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不能放的太多 那么太多呢 吃了对身体不好 它是一个防腐级 而且也是一个这个 作色的这个这个目的很大 那么就这样子 好好的把它搓了 那么如果你一次 如果是腌的多的话 这样子搓好了以后呢 每一块肉呢 就给它这样子 螺在一起 叠起来 然后上面呢 要用一个重的东西呢 压着 那么每天呢 记得要翻面 上面下面 通通给它翻过一面 这样子要一个礼拜到十天 把这个肉呢 腌得很透 不能说为了要它快咸 而盐巴加得太多 通常我们都是一斤肉 不要超过一两的盐 来腌这个肉 那么这样子 一个礼拜到十天 不停地给它换来翻去 它就会很均匀 那么最后呢 你还要另外 用葱 姜 和盐巴 加了水 给它煮滚 冷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肉呢 就泡在 就是腌过的这个肉 就泡在这个盐水里头 这样子 让它能够吸收得 更平均一点 这个时候 你可以加几粒 这个花椒在里头 有一点香味 也是很好的 那么这样子 泡在盐水里头呢 也要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才给它 这个捞起来 用一个绳子 给它弄个洞呢 给它扎起来 去吊起来 吊起来呢 去给它风干 也就是阴干 而千万不要去 给它晒太阳 那么这样子 要两个多礼拜以后 这个肉呢 就相当的干爽的 那这一块呢 是大块的肉 去腌的 它是皮朝下 而不是像我 今天这个新鲜的 这个样子 一条一条切下来的 是腌的比较多 它本身呢 就有五六斤重的 一块肉 那么这个是工厂 做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是自己来腌 你去买的话呢 你就可以 这样子 切了条 买一斤 喝了买半斤 那么买回来之后 要用的时候 就是要吃的时候 把它刷洗干净 然后呢 放到碟子里呢 去给它上锅去蒸 为什么要放在碟子里头呢 因为它蒸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 汁掉出来 那个汁呢 很香 而且很咸 可以拿来拌这个菜 甚至于也可以拿来 这个烧鱼啊 那么这个家乡肉 吃的时候 你要记得 把这个皮拿掉 我们在蒸的时候呢 不能先把皮拿掉 那样子会缩 会弯曲 那么然后呢 就拿来切片 切片 那么这样子 切下来的这个家乡肉 很咸 你最好呢 把这个切了片的这个呢 就给它排在碗里头 撒上一点冰糖 淋上一点酒 加上一点热水 再给它再蒸过 这样子这个家乡肉呢 就不会很咸的 拿来就饭 或者是下酒 就会很好吃了 同时呢 这个也可以拿来 炒菠菜啦 白菜啦 甚至于做这个 拿来炒蛋啦 任何用火腿来做的东西 都可以拿这个家乡肉 来代替的 家乡肉呢 它比较软 比较软 颜色呢 也是相当的漂亮 粉红颜色的 好了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 就到这里结束 明天见 各位观众 今天呢 要给您介绍的是 广东式的腊肉 广东式的腊肉 有一个特色 就是看起来很黑 吃起来呢 很甜 然后呢 比较硬 这就是广东腊肉的 一个特色 而且一定用的是五花肉 五花肉 不像这个湖南腊肉 用后腿肉啦 或者是像这个家乡肉 都是用这个 臀部的肉 那么这个五花肉 买的时候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必须要买的 像这样子 这么漂亮 因为五花肉呢 它是瘦肉和肥肉 相间隔的 这样子一条 一层一层的 那么本省化叫做 三层啊 那么我们这个 瘦肉肥肉的这个 间隔 瘦肉越宽越好 肥肉越少越好 即便是再少 它这个底边 下面这一层的 也是肥肉 所以呢 会相当的油腻 那么选择瘦肉多一点 瘦肉呈宽一点的 这样漂亮的五花肉来买 然后它的宽度 通常呢 最少要半寸 你也可以买到 将近一寸的宽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差不多都是 二十多公分 不到一尺长 这个肉买回来之后 要做 呃 腊肉的时候 首先 也就是头一天 你要给它这个 用这个 萧和这个盐 把盐巴和萧呢 先混合在一块 然后呢 就给它这个 呃 杀在这个肉的两面 然后 呃 给它这样子用手 多给它抹一下 让它能够渗透进去 就这样子呢 给它放一天 一夜 啊 放一天一夜 那么放到第二天 一天一夜之后呢 第二天呢 才开始 给它用这个 呃 糖 和姜油 以及酒 和五香粉 这个酱油呢 可以用的深邃一点的 然后呢 酒必须要用高粱酒 高粱酒 才会香 那么在 呃 香港 他们用玫瑰入酒 这里呢 不容易买得到 这里呢 是糖 啊 这里是糖 然后呢 这里是五香粉 那也有的人 喜欢放一点味精 那喜欢放一点 这个胡椒粉 那都呃 随便你自己 那么把这几样东西呢 好好的给它混合一下 呃 广东人用的酱油呢 叫做老抽 是颜色很深的一种 那我今天用的呢 是普通的酱油 呃 颜色深一点 是他们的传统的 一个习惯 那么不一定要用 那么黑的酱油 只是说 黑看起来 很像广东腊肉 就这样子 把它再 呃 来回的 这样子 呃 泡 泡在这个汁里头呢 两天 或者是三天 啊 两三天 呃 要记得 每天呢 给它去翻面 让它平均 如果是多的话 就是用深一点的盆 然后呢 就把肉 一层一层的 给它呃 摞在上头 好了 这样子过了三天以后呢 你就可以 拿起来 像这一块 已经腌了三天了 颜色呢 相当的深 做腊肉 要记得是连着皮啊 不能把皮拿掉 那么 好了 要去晒 晒太阳 晒太阳的时候呢 还是要给它 先给它呃 用个绳子呢 给它挂起来 挂起来 那么先掉一天太阳 从第二天开始呢 就是风干 就这样子 每一条呢 都给它这样子扎起来 呃 这个穿在一个 那个猪竿上 然后呢 就挂在 呃 有太阳的地下 去晒 晒的时候呢 不但是晒这一面 记得呢 呃 过个半天以后呢 把它反过面来 再晒 或者是把它 换一个方向 这样子要给它 晒得很均匀 外面外层 只变成干爽了 干爽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从第二天呢 就放在这个 有风的地方 给它吹风 因为晒得太久了 这个 把这个肥肉的油呢 都晒出来了 而且呢 容易薅掉 所以呢 这个做腊肉的时候呢 呃 希望注意一下 必须要晒一天 让它外面干爽 但是呢 不能晒得太久 一两天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是做好了的 已经很硬了 像这种的呢 你就可以收到冰箱里头 放着了 那么腊肉呢 因为它里面这个 呃 有酒 所以呢 放得越久 越沉 越香 越好吃 新做的腊肉 腊肠呢 它的味道不是很好 不是很够 那么这里呢 蒸好了以后呢 就把它切块 这个就是广东腊肉 也可以做腊味饭 啊 很好吃的 好了 明天我们特意时间再会 拜拜